内三分决赛欣喜落狂 NBA超级巨星前来助阵 今日关于李梦的消息 也是在网络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最近WNBA常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加盟华盛顿神秘人队的李梦 在球队当中也终于是站稳了脚跟 但是众所周知 李梦出场的时间非常的少 目前为止 李梦仅仅登场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且一分未得 甚至连球都很难接到 虽然这样的处境 让人感到很糟糕 不过李梦本人非常的热观 他在场下跟队友的互动非常的频繁 今日李梦在场下跟队友之间 进行了一场三分的比赛 很显然李梦非常擅长于三分的投射 因此在队内的三分决赛当中 他也是拔的头筹 赢下了队内的三分训练大赛的冠军 不仅如此 李梦在WNBA也受到了很多NBA球员的关注 灰熊队超级中锋 也是雷霆队前非常著名的巨星 亚当师就来到了现场助阵李梦 并且亚当师在微博上也发布了自己的言论 表示李梦是他最新的好友 希望他能够在WNBA取得更好的成绩 不得不说李梦在WNBA的发展 也算是非常的顺利 只不过他得到的机会非常的少 希望接下来主教练以及队友 能够给他他更多的机会 让他在场上打出自己的水平 也赢得队友以及主教练对他的信任 对于李梦你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的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